超便宜的 很划算 新的很貴 因為那個車以為是換避震器之後 他就拆掉了 因為他如果換避震器就不需要這一次了 對 好 來喔 開播了哈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要介紹的車款呢 是Mazda CX-9 那這部車在YouTube上面 應該有幾部同樣的車型 已經有介紹過了 那今天要安裝的 除了KT的道路板之外 車主還有加裝了一個 速腳調整器 那他的原廠的避震器 因為是大型的休旅車 所以他的避震器 體積也不小喔 鋁圈的尺寸也超大的 這個是原廠的話是配置的20吋 記得我有一個朋友 好像他這台車有裝到22吋 整個車降下來之後 非常的霸氣 那這台車其實經理也非常推崇這部車 這台車的馬力其實沒有做的特別大 可是他的扭力會讓人家開起來覺得很順暢的感覺 車內的一個氛圍 其實啊 上部影片就有說過了 車內的一個內裝層次的氛圍 其實不輸雙逼 所以這台車也算是中型 中大型的休旅車裡面 經理開起來覺得還蠻好開的車款 那這台車他的底盤系統 其實有很多的車款共用 CX-9 CX-5 還有 Mazda 3 那比較小型的小休旅車 CX-3 前方的懸吊系統 也是類似這樣的結構 但後面因為小車嘛 所以他的後方 CX-3的話 他的後方就做成是拖一臂的系統 那這個中大型的休旅 當然他的底盤 不能太寒酸 所以後面的話 就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好 但剛剛說的Mazda 3 不是四代的Mazda 3 是三代的Mazda 3 不是現在最新款 然後他的前方是賣花城 所以前方這個上座 還有一些配件的這些 全部KT都有附 好 這個邊境很重 但是他的底盤雖然說共用 可是他這個楊小孔 會因為車型的大小 不太一樣 三代Mazda 3的話 這個孔的話 是做比較小孔 CX-5跟CX-9 今天的CX-9 他的孔徑的話 就做得比較大 好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後面的上座 KT連上座都有附 好 這個阻尼的話 因為是中大型休旅 所以他的阻尼 有比一般的小車 做得還蠻硬的 好 這裡有兩個比較奇怪的零件 來這個零件 這個是下護板 他這個算是後面的竖角 但是竖角的話 有的車款會在竖角的內軸 比較靠近內側的地方 會做一顆偏心螺絲 讓他的竖角能夠微幅做調整 但是這台車的竖角 我們先帶到車底好了 這台車的竖角 他是在這個地方 也能做調整 這個地方 但這顆螺絲 他不只是竖角能夠做調整 因為這顆螺絲 他的擺臂的位置 所以仰角也微幅會做改變 可是他的底盤 就只有這顆螺絲 能夠做調整而已 所以如果車高的幅度 降幅比較大的話 當然是建議 是仰角還有竖角調整器 是一併改裝 這台的仰角經理 那個印象特別深刻 是大概幾年前 經理跟 給龍影 Summit的阿如老闆 給老闆一些數據之後 就開發 所以這台車的 仰角調整器的話 是Summit 有做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因為這台車的 仰角 它跟一般馬3 跟希葉克斯9 是不同的 跟希葉克斯5 是不同的 這支的 它的一個鐵套規格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台的話 如果 有要裝 仰角調整器的話 Summit有 但它的 裡面的那一顆螺絲 比較不好拆裝 馬自達3的3代 CX5都一樣 需要把這個後單 稍微放下來 那一顆螺絲才 有辦法退出來 所以這個的 仰角拆裝 就會比較耗時 但是下方的這個竖角 就比較簡單的 這個要怎麼拍 藍色的這個 這支的話 就是竖角 竖角的話 它改裝之後 它的可調範圍 就變大了 因為可以從這個長短 兩邊頭長短 就可以調整出很大的角度 來對應出 不會吃胎的規格 好 那整理重點 就是 如果車高的降幅 比較多的話 會建議 仰角加竖角 如果車高的降幅 沒有很多的話 那就改竖角就可以 但基本上這台車的車高 降低的幅度 一般都為了維持它 休旅車應該要有的便利性 所以其實這台車 會遇到想要降到很低的 不是沒有 但是比例相對比轎車 還要來的少一些 好 那這台車後面的彈簧配置 KT的話是配置 230場6公斤的規格 前方的話 有改版 改了一個更棒的彈簧 250場8公斤的規格 給這台車所專用的一個設定 好 那上座的 在這個地方 後面的上座 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 就是在調整後面的軟硬度的 那這裡的底盤機構 雖然說跟CX5共用 可是因應 它能夠調整的幅度比較多 所以這一個的調整機構 也是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所以它能對應出的一個高低度 會比較寬裕一點點 那這一個230場6公斤的彈簧 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不要把桶聲縮得太短 讓它的彈簧預載過多 預載過多之後 這台車後方的一個 微幅的一個彈跳感覺 就會稍微比較明顯 這個230場它的自由長度 預壓說大概5mm左右 就是剛好的幅度 不要預壓說過多了 另外KAT的這台車 我們從這裡 鏡頭拉遠一點好了 這裡 這個叫行程 KAT這一節的行程 大概坐了大概18公分左右 所以讓它的 跟彈簧230mm 彈簧配合起來的一個 會更剛好 不會因為這個的行程 坐得太短 讓它的上下的擺動幅度 局限住了 那就有可能會不好做 或者是說 後軸 因為這個是大型的休旅車 有可能 後面載的重量超過了350公斤 甚至是更多之類的 讓它載重之後又遇到坑洞 把這個坐洞的行程用完了 那就有可能會有一個 類似觸底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KAT的特別 把這一節的行程 設計的更長 所以這台車其實 KAT也用了不少的心思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前方的話 該介紹的應該是 對啦 車主也有改了 不少好東西 譬如說 前方跟後方 有這個紅色的 這個是一般車友我們稱Auto Auto EXE 就是Mazda的御用改裝品牌 所以前後面的話 都已經有把 防晶桿有加出了 那防晶桿加速 當然對操控上的 側傾的意識 都有正面的幫助 包含上方的話 這裡有一個引擎式的拉 那我們從上面來開始介紹 這個是2.5升的渦輪引擎 四輪驅動的 然後這裡 這個有一個 這個也是Auto的拉桿 那這裡的 上方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啊 就是在調整 前面的軟硬度的 KT的話有附上座 那調整的軟硬度 記得左邊跟右邊 要對稱 段數的話要對稱 那這條彈簧 250x8公斤的規格 所以我們把這個彈簧的長度 把它拉長 這條彈簧之前 前幾部影片 在Lexus的RX350上面 應該有看到 所以大概車重 大概接近1850公斤到2000公斤 左右的車款 前方如果是賣花層的話 它的長度足夠的話 我們通常會配置這條彈簧 讓它的行程能夠做得更出來 讓它的一個 路感回饋呢 能夠更緩和一點點 比較迎合 大部分休旅車 車所的需求 所以這個是 250x8公斤的規格 那這裡的話 有一些小細節 全部啊 都是這一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譬如說這裡有油管固定的位置 然後ABS感應線的話 有兩個位置 第一個固定點在這裡 第二個固定點在這裡 離載穿的話 就直接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好 那像這樣的中大型的休旅車 其實我可以看到 經理剛剛所介紹的 有很多的小細節 都是給這台車 為了目的啊 就是希望它的乘坐感覺 會更好做 那至於用料的部分 這個當然是KT 一直以來都用得很好 譬如說 義大利進口IP的主引友 NOK的油風 這些之無此類的KT的用料呢 都用得相當的不錯 那如果啦 車油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更多的問題 都可以實訊我們小編 好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